最新的国泰第三季的房价指数 在那里面你看到了什么风 从国泰的房地产指数 因为它是针对新案 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看到 新案的一个价量变化的关系 从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现象 你看台北市 新北市 陶族地区 都是下跌的状况 其中重灾区在哪里 重灾区就在台北市 你看跌了多少呢 跌了10.47% 我们看到 等一下 各位 今天这个地方是一个价的概念 回过头来 最后面这一栏是量的部分 你就看到了 整个对过来 整个都已经有进步 而且进步还蛮大的 换句话说 降价取量这个态势 大家都看清楚了 是王道了 这一招奏效了 没有错 降价取量 现在看起来已经变成一个共识了 你不降价你可能就卖不掉 所以你看 降价了之后 成交量跟上一季比起来 是有增加的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结论 叫做价稳量增 但是真的量有增到可以支撑房价的程度吗 那你为什么会讲台北市 重灾区 量不就是你们最想要的吗 你可以让一点力 换得很好 很畅旺的 这个交易量 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虽然价格降了量是有点增加 但是量不够畅旺啊 所以我们再看看同一份指数里面 调查里面 关于量的变化状况 你看这个国泰房产指数 这个关于量的变化 你看最新的Q3在这个地方 它跟上季比起来 只有多了一点点而已啊 相较于过去这么大的一个量 这都通知输了而已而已 没有错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北市的量 跟去年第三季比起来也是衰退的啊 那全国的状况 你看今年第三季 跟去年第三季比起来 也还是衰退的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量的成长 非常的有限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么有限的情况 其实价格已经跌破多少 你看台北市 每平成交价已经跌破70万了哦 所以张金乐 我们的空头总司令 他做了一个结论 他做了什么结论呢 他说市场成交量指数 虽然有增加 但成交量规模 还是处于这一点点的低档 所以他说房市的后市 基本上是不乐观的 全台各地区价格 仍会向下下修盘整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具体的个案 这是一个米卡先生 他是一个服饰店的老板 他的店是开在台北市的 知名的商圈 那他本来是没有想要买房子哦 因为他跟爸爸妈妈 家人一起住啊 可是结婚七年 跟老婆媳住的时候 当然你知道会有什么问题 有婆媳问题 然后呢 他的哥哥 娶了一个女人进来 是他的大嫂 没想到大嫂 酒理问题 他大嫂跟他老婆也处得不太好 所以后来在一个契机之下 他的小朋友要念小学啦 那小朋友上学 应该要自己的一个房间啊 所以房间不够用嘛 那怎么样呢 在老婆的强烈要求之下 去看房子 他说双捷运 他说双捷运 反南线九分钟 松山线八分钟 赞啊交通好 小朋友走路到学校 只要三分钟 附近又有百货公司 这么好的一个物件 老婆当然怎么样 跟他跟米卡先生 跟老公说 买啊买啊买啊 我要这一间 这个买房子不是你说还买 你就下手 等一下 这个房子呢 我们第一个看到它是一个 在大马路上的 一个烫金门牌 有好的交通 有好的学区 然后有好的生活技能 三好哦 什么都好 对 我再问一下 比较买工的 到底买多少了 关键来咯 价格到底是多少呢 你知道松山区的 平均房价之前 是高达71.9万 但是这个房子 这个米卡跟他太太 看上这个房子呢 屋主这个价格呢 大概是60万 一瓶60万 他就可以让他买到了 真有实惠到哦 所以米卡跟他太太 就觉得 看一看不错嘛 竟然比行情来得便宜 所以买了 40平的房子呢 大概2400多万 他们就买下来了 那买下来之后 发生什么 发现什么事情 因为他现在是服饰店老板 一个月平均收贷20万 那你怕什么 所以他的房贷 虽然高达10万块 没关系 我还扛得起 没你怕嘛 你看哦 就算是他一个月月入20万 对 有没有 贷款10万除以20 是不是刚刚讲的 几乎过半都要拿来付房贷 但是他扛得起 这个时候他想说 好可以啦 反正老婆喜欢嘛 可是 他没有想到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刚刚说他一个月 这个靠卖衣服有20几万 对不对 但是不好意思 这个服饰店 尤其传统服饰店 面对Zara跟H&M这种 新的品牌的这种竞争 人家卖得便宜嘛 所以他的生意就越来越差 一个月连15万都保不了 那15万都保不了 你想想看 扣掉房贷之后 占他三分之二的月薪 很辛苦啊 所以他想想好吧 那是不是我拿来卖好了 因为扛得很辛苦嘛 可是这时候他发现什么事情 房市在反转 对 这一栋的低楼层 他去跟他比价格之后 发现什么 人家卖的价格 比他当初买的金额 还要降了300万哦 这个是低楼层 因为你是高楼层 对 或许你可以不用杀这么多 但是总是 最多要你杀到300万 你敢够吗 没有错 因为算算一年 几乎就赔掉100万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现在成交量委说 买不掉啊 好 大家看